好 我們要講到是 到底政治的初衷是什麼 因為最近政壇太多事情了 大家就想問一問 到底現在做主的 當家的什麼樣的感受 來 柯文哲據葉遜當場被逮 昨天這一連串的新聞 正在發生當中 而我們的總統賴清德 則是接受友台的獨家訪問 裡面有說他不忍了 36字罕見的落眾化開炮 不分黨派告訴人民 有任何嫌疑罪嫌 檢方都應該全力調查 也尊重司法獨立調查 好 這36個字的新聞稿 我們發現上午還有 這麼到了下午 我們要點點不進去 找不到這個新聞 近乎所有的綠媒通通下掉 大家就在問 是不是在這個時候 不想要太高調 一個問號 但是大家也在講 最近綠營大家關心的是什麼 關心的是他們的司法院長 還有副院長的名單 以及大法官的名單 因為昨天在公佈了這些名單之後 大家看到了司法院長是張文珍 副院長則是他的前總幹事姚立民 那五位的大法官提名人 如果你把一次排開來看的話 發現學界多過法界 只有一位是司法官 所以大家就要問這些人到底是誰 好 張文珍這位司法院長 之前曾經在國會改革的憲法法庭裡面 作為鑑定人 主張修法違憲 姚立民不用講了 大家對他很熟悉 之前幫柯P 後來幫愛清德 還當他的競選總主委 至於這一位廖福特 他則是過去曾經擔任中天新聞 換照案的聽證鑑定人 因為他就是認為 不應該給了執照之後 就讓他永久持有 所以等於說 他的那個裡面的調性 你透過這樣講一講 大概就可以知道那個比例問題 那司法院長張文珍則直接講說 有啊 賴清德 我這一次他來約詢我 我才知道說原來他觀察我很久了 我以後一定會好好的 來當這個司法公正獨立 我剛好聽到有人在咳嗽 怎麼一回事 來 賴清德替的七位大法官 吳思耀則說 他覺得這是比好 還有更好的法官 甚至他還說姚立民的是 他認為政治上面的一個典範 可是問題是國民黨的講法是 這個真的跟仇勇沒關係嗎 真的跟綠有有沒有關係嗎 甚至法界的人還強調說 你看看這一些的人民裡面 只有一位來自司法界 其他都是學界 是真的都沒有人嗎 還是說總統在提名的時候 是一種報恩式的提名 這裡面有一個人 其實連綠營都有意見 他是台大國發所所長 叫劉靖怡 原因是因為他曾經質疑 蔡英文的博士論文 所以也有人在問 把他變成大法官 那有沒有可能下一個 是蔡英文剉在等呢 因為今天也看到 這麼樣一個幕後報導 說英系現在有一位大咖 憂心忡忡 字外不歸 選完之後就沒有回台灣 覺得在國外可能比較安全 問號 下一步會殺到英系嗎 問號 請教一下亮哥怎麼樣來看 好 原因是因為賴清德 本來接受專訪的時候 講了36個字 但突然之間 新聞 奏檢 很多地方查不到 這個大法官我估計 目前這個氛圍 因為民眾黨 柯文哲也剛被整肅對不對 所以我認為全部都不會過 很可能會是這個情況 所以下個會期 我認為可能連院長都不會過 雖然張文哲沒有那麼爭議 然後他就這個叫做被拖累了 因為他很有一個重點來打你 就是姚立民 就是姚立民是你的競選總部 主任委員 然後你就直接提他當大法官 那你為什麼不提謝長廷 一樣學法律的 蘇貞昌也學法律的 對不對 這個跟你太近了 而且他有什麼樣的 我們說法學的著作 因為大法官是要寫那個視線文 對不對 我認為光是集中火力打姚立民 我也難以想像國民黨跟民眾黨 會給你分開一個一個審 很可能就全部沒過 所以賴清德自己看著辦法 因為現在的氛圍 你可以去想想 民眾黨那巴西立委 同仇敵蓋的心理 所以我是覺得我是相當不樂觀 那劉靖怡本來就 你如果對小英有意見 那剛好 更好 不是嗎 事實上我常常在勸彭文正 勇敢一點回來台灣 你一定會得到賴清德重用的 所以我說 所以你說他提劉靜怡 這有什麼奇怪 這個想也知道 你看今天那個板橋 那個黃俊哲議員不是出事 當選無效對不對 黃俊哲是典型的英系 那這個是幫誰開錄 幫戴偉山開錄 戴偉山是誰 吳思瑤的大弟子 那就準備讓他 2028跟葉元之選立委 你現在就知道賴清德在鋪路 都是這樣鋪的 那為什麼陳世凱當交通部長 就是準備 明年2月1號就要來搞 顏寬恆的罷免案 那如果顏寬恆被拿掉 那陳世凱的心病就沒有了 因為陳世凱選兩次立委 都敗給顏家 所以他最大的心魔就不見了 所以一年之後 他就可以安心的回去選那一區 我跟你講 尤其是新潮流 新潮流都是這樣在思考事情的 所以我說 下會期我知道 這個洪輝一定對陳世凱這種人 憑什麼當交掌 非常不以為然 我跟你講賴清德本來就不是這樣想 所以他說陳世凱你要挺住 這個國民黨 民眾黨 一定對你炮聲隆隆 你要挺住 反正你要挺到明年 顏寬恆被罷免之後 你就可以下去選立委了 我跟你講他都是政治掛帥的 他現在心理想的就是2026 我想辦法要奪下新北市 所以接下來就是葉原資那一區 戴偉山準備選 然後台中因為是盧秀燕 所以也要開始佈局 要削弱中台灣 我跟你講他整個腦袋都在想 他2028怎麼連任 所以你從那個2028怎麼連任 倒回來推 他現在的所作所為 你就會恍然大悟了 是 請教教洪威姐 你把交通部長看得太小了 你知道交通部長過去 做完交通部長 然後做院長跟副院長的人 非常非常多 怎麼還回去選什麼立委 那我老實說 那你當過市議員嗎 他只要 但他只要當了交通部長 他就超車那個蔡啟昌了 這個 你都選市長 併列林佳龍 你把核心存到哪裡 我跟你講我就說 這個資歷大躍進來 他們的新潮流之間 反正也是 高雄也好 台南也好 他們自己本身的新潮流 都要大火拚 所以我覺得今天 前提是沒被王洪威打死 我要講就是 現在賴清德的用人 已經是用人為親 用人就是這個小圈圈 而且完全的是在 犒賞他自己的一個 競選團隊 從卓榮泰開始對不對 卓榮泰就是他的 什麼競選總顧問 什麼陳時凱是他的發言人 現在再來一個姚立民 也是他當時什麼 什麼政策的總顧問之類的 所以你今天把原來 所有的競選的團隊 全部放到這些國家的名氣裡面 你們真的有沒有 就是說對賴清德來說 你對於你在執政 你擁有這些行政資源 結果全部都在你 這樣的一個小圈圈的用人 老實講這個大法官的 這個人選一出來 不要說藍營沒有辦法接受 很多中間選民也沒有辦法接受 有些他並不是這麼支持藍營 但是一看到姚立民 你跟他們其他不認識 可是袁豪立民你怎麼可能 這個他到底是有什麼樣 他雖然是法律博士 但是他就是在搞政治 就是在搞選舉 你讓他成司法院的副院長 哎呀這種安插實在太離譜 好我講一下劉靜宜 當然說劉靜宜曾經質疑過這個蔡英文的論文 我跟大家報告 你到底有沒有看到他是台大國法所 有沒有 我在打林志堅的論文的時候 劉靜宜事實上是質疑林志堅的論文 那時候我們大概會了解一些 這些獨派團體 一些獨派學者他們的意向 有一些獨派的學者事實上是跟著一起在打 這個林志堅的論文 所以你想想看當年台大國法所去 蘇宏達去處理林志堅論文的時候 怎麼就沒有受到這些獨派團體的 這些獨派學者的阻撓 沒有 而台大把他的論文給撤銷之後 你看到整個民進黨就當時的 就是九合一選舉 民進黨簡直是兵敗如三島 老實說當時就有人在問我說 你打林志堅論文 跟民進黨的內鬥有沒有關係 我一直在講說 我的資料並不來自於民進黨 但是我自己知道 雲雲有一股勢力 事實上在民進黨有一股勢力 是跟著一起打林志堅的 這個反而我是第一次披露 所以今天劉靖怡在這個時候 把他列入大法官 你覺得跟蔡賴之間的鬥爭 有沒有關係 其實是越來越明顯的 對啊 所以彭文正快回來了 我先說大法官提名綠油油 實際上我已經不意外了 也沒什麼好要討論的 但是我真的覺得 提名姚立民老師當司法院副院長 是一個頗為陰險的 一箭雙雕的做法 很簡單 表面上 賴清德提名的姚立民老師 當司法院副院長 自己人 你之前挺我 當我的這個主委 競選總部主委 所以我現在給你一個位子 而且好大的位子 代表我們都是交心的 自己人 但問題是實際上 他沒有真的想讓姚立民老師 來做這個司法院副院長 這是一個用在野黨 借刀殺人的計畫 如果姚立民老師的提名案 是要經過立法院同意的 不會過 現在民進黨根本就不是多數 好不好 我不是不給你位子 是民進黨 所以在左民黨不給你位子 對 都在野黨不要你的 sung 第一了 堂 硬